吉安湘发生一起自撞的车祸 在22号早上7点左右 一名富人开车出门 但天气下着雨 疑似天雨路滑 整辆车失控撞上路灯 造成车体变形 富人受困在车内 警消赶到场后赶紧破坏的车体 协助他进行脱困送衣 小货车撞上电杆车头扭曲变形 车内物品全都喷飞 开车富人被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救护人员货报到场后 眼看富人意识逐渐模糊 赶紧帮他戴上氧气面罩 挂起点滴 迫害车门慢慢撑开扭曲变形的车体 经过一番折腾才成功把人救出 这一起车祸发生在二十二号早上七点左右 一免五十五岁的彭信富人 早上开车出门工作 行经急安路一段时 一只车辆失控撞上路灯 造成车体严重扭曲变形 从车祸现场的状况 警方初步判定可能是因为下雨 加上富人精神不济两成意外 除了天雨路滑看看货车的前轮胎文几乎磨平 恐怕也是造势的原因之一 开车主可别为了闪轮胎前 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记者 徐立琴 江湘报导